据人民日报消息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,在2022年12月22日前后,感染人数发热门诊诊疗人数达到峰值,感染人数每日最多新增超700万,发热门诊诊疗人次最高峰每日286.7万,重症患者数量最高峰每日增量近1万,死亡病例数于1月4日达到每日峰值4273例。 核酸检测结果方面,2022年12月9日以来,各省份报告人群核酸检测阳性数及阳性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,阳性人数12月22日达到高峰694万后逐步下降,2023年1月23日降至最低1.5万,检测阳性率12月25日29.2%达高峰后逐步下降,1月23日降低到5.5%。